再來看南美洲秘魯的安地斯山區 發生巴士翻覆墜落河谷的意外 这个案发地点不但山壁陡峭 而且距离路面有两百公尺深 抢救相当困难 目前至少有二十五人死亡 还有乘客被河水冲走 坠落河谷的巴士 座椅散落以地 现场水流相当端齐 这起事故发生在二十八号周日晚间 这辆满载超过五十名乘客的巴士 行进秘魯北部安地斯山区 这条满是坑洞的泥泞道路时 疑似转弯不慎突然反复 坠落两百公尺深的河谷中 救难人员和消防员随即前往抢救 不过现场山壁陡峭 增添救援难度 当地官员指出 这起严重事故 酿成至少二十五人死亡十三人受伤 而且还有一些乘客被河水冲走生死未卜 目前有关当局正在调查这辆巴士是否适合载客赏路 在秘魯因为超速驾驶 路况恶劣 缺乏交通耗制以及执法不利等原因 类似的交通事故频传 去年至少有三千一百人因此丧命 地方官员除了呼吁民众开车务必当心 也要求政府改善道路基础设施 让悲剧不再重演 公市新闻曾惠民别一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